省人大代表安钢集团本钢建设机电公司首席操作罗家全屡职尽责广泛收集职工的意见建议 今年的省两会他将围绕培养高技能人才建言献策 只有初中文化的罗家全对自己一路拼搏成为高级工人技师的成长经历深有感触 如何培养用好人才是他一直思索的问题 近年来围绕如何发挥企业高技能人才的作用 他提出了要走向学校进行高技能培训教育 要弘扬劳谋精神传承工匠技艺等高质量建议 我们辽宁是工业省份拥有必要齐全的国家级省市级企业级作业高技能人才 如何让这些大师们工匠们形成合理作用一直是我的呼声 罗家全所在的电器岗位承担着本钢钢铁生产线电器设备保障的繁重任务 罗家全从企业未来发展的角度出发 积极探索并打造技能引领样板间为企业社会培养出后备队伍 今年他依旧关注高技能人才培养 计划提出探索打造职工创新工作室联盟的建议 让专业技术人才成长的渠道更畅通 措施更有力 空间更广阔 新华社记者李勇2021年12月6日才写的上海市徐汇区 施工创新工作室联盟成立 在央报中刊登 我看到后非常兴奋 建议政府也要在辽宁尽快成立这样群体联盟 让这些技能人才们释放出他们强大的合力力量 去建设我们美丽的辽宁 驻北溪记者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